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物质文明这么丰富 这么丰富啊 对不对 大家都很丰富啊 你会发现物质文明越丰富的地方 经济越开发的地方 人的幸福指数越低 痛苦指数越高 这是为什么 我们有这么好的物质 吃的这么好 用的这么好 你为什么内心一种莫名 一种无奈 一种空虚 一种恐惧 你在怕什么 以前没得吃 以前睡觉没得不要锁 锁什么 都是假锁嘛 对不对 我记得小时候 我想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像泥巴一样的门 一半而已 那个把它关着就睡了 晚上门不要关啊 那个门要遮什么 猫啊 狗啊 鸡啊 鸭啊 不要跑进来 跑到家里来乱大小便 他只是在关那个 或者是家里有小孩不要跑出去啊 是不是 他不是要防小偷 门不是要关小偷 现在的门不是啊 你现在想想看 你每天回家里 一下车 车门锁一次 对不对 还要有个什么什么什么 大头锁再锁一次 有没有 好了 然后进电梯呢 又锁一次 外面铁门锁一次 然后进家里呢 又有两层门再锁一次 然后落地门窗又锁一次 进房间再锁一次 而且家里房间还锁什么 我就不知道 可是还是 有些人不锁他又睡不着啊 我不是说你啊 说到正是巧合而已啊 还只差一个锁你还没用 躺在床上还要再锁一次 那多恐怖啊 你想想看 以前我们有这样锁吗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我小时候到现在而已啊 还有什么铁窗 铝窗 根本就没有嘛 我们就隔壁的 隔壁的阿嫂啊 阿鼠啊 他在吵架啊 我们都听得很清楚啊 第二天人家就问我 昨天他们吵什么 因为我们读书比较晚睡 那他吵架也有 那吵架你书就看不下去啊 就等他吵完嘛 这边吵架 那边的阿鼠就问我 他们昨天吵什么啊 那像现在啊 家里都密封起来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生命 失落了 这个叫什么 人性的失落 人性失落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怕我怕你 就等你了 因为你不见得了 这不是